大家好,我是强子 这节课咱们一起来做一个综合性更强一点的实战练习 并且难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一点 特别是对于一些没有编程基础或者编程经验的同学们来说 的确要把这一个综合性的练习理解透彻 需要花多花一点的时间 所以建议大家一方面还是那句话 我们要真正在测试能力里边有所提升 能够真正把一些跟细节跟底层的一些技术跟理解词透 那么一定要去学习一些编程的基础 哪怕少一点 哪怕你没有办法用加瓦或者其他编程语言 写一个很完善的很有用的一个程序出来 那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对编程的一些基础的理论和方法要有所掌握 同时呢能够写一些简单的程序 用一些一小段的代码解决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问题也是可以的 因为在后边很多的测试工作 特别是一些有技术性的测试领域里边呢 编程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功 所以呢其实编程不单纯只是程序员的专利 因为我们其实做的无论是程序设计也好 程序开发也好 还是说软件测试也好 其实都是处于软件研发阶段的这么一个过程 只是其中一个过程 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通用的 包括呢咱们的数据库的知识 网络的知识 操作系统的知识 这都是基本功啊 都需要学习 那么好咱们来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关于这个主题啊 论坛自动灌水程序 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课程里边 要着重来分解和介绍的 就这么这个实战呢 综合练习呢 没有办法通过一二十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完全的分析清楚 所以呢我们会有几个段段落的课程啊 一起来完善它 那么作为第一段落的话呢 我想先就给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 怎么样来完成这个过程 我们呢需要用到哪些知识点 需要用到哪些技术 那后边的话呢 我们再对这些知识点和技术呢 再一一的来实现啊 分辨分配在不同的这个小课里边 来一一的实现它 那么这个练习呢 它的作用和价值在于 一方面让我们呢 加强一些程序设计的能力 后边我们的性能测试也好 自动化测试也好 都需要程序设计的能力啊 所以呢锻炼一下这个基本功 这是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 我先写下来 第二个目的的话呢 是咱们通过这个综合性的练习 理解http协议 那么第三个目的的话 对网络应用程序的开发 有所理解 我们其实虽然是写的一段代码 实现的呢是一个论坛自动灌水 这么一个自动化的这么一个操作的类的程序 但事实上我们把这个程序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对所有的网络应用类的程序呢 的整个开发的过程 有一个相对比较深入一点的理解 比方说这些web网站的一些开发 包括呢这些网络上的一些聊天的工具啊 网络上的一些通信类的工具啊 等等 包括这个手机移动互联网里边的相应的 关的一些知识 他们呢有很多这个核心的技术层面 其实呢都跟这个程序的实现是有所类似的 因为我们呢其实做 虽然这门课呢主要介绍的是 关于web系统的测试相关的一些技术话题 但事实上我们后边很有可能会接触到 很多非web类的应用 一些网络类的应用 比方说咱们手机移动APP这边的一些 非web类的应用啊 原生的一些移动APP 它肯定也会用到很多网络层面的一些功能 包括我们CS架构啊 那么这里边所有的拥有的一些核心的技术知识呢 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所以呢它对我们理解这些网络应用程序呢 是有所帮助的 我们如果要做好测试 那当然首先得理解这些 产品本身啊 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 测试分几种 一种呢是业务类的 一种呢是这个用户场景类的 还有一种呢就是纯粹技术类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综合练习呢 对我们技术类的提升啊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关于这个练习 那么第四方面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养成一种 解决问题的这种习惯 解决问题 和 提出问题 我们现在呢相当于问题的提出呢 是我来给大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 然后呢带着大家一起去解决 而事实上我们真正在以后的工作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习惯性的要去提出一些问题 不能够呢只是按照先有的一些模式去做就对了 那是没有创造力的 没有想象力的 那也谈不上任何创新 我们呢需要针对我们所从事的职业 所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技术 我们要提出相应的一些问题 多问几个为什么 那么光有提出问题还不够 咱们呢还得基于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 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这样呢才是一个咱们作为一个职业人 该有的一种职业层面的态度 所以呢我们慢慢的要能够知道怎么提问题 那么比方说这一个目前来说 我们可能对这个论坛自动灌水 所谓论坛自动灌水程序 就是我们写一段代码 然后呢疯狂的给论坛发帖子 做的就是这么一个 相对来说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 但是里边所涉及到的知识点 几乎囊括了所有跟HTP协议 甚至网络协议相关的一些技术话题 所以呢这个综合练习 它相对来说 它的价值体现是不用自已的 所以呢我们要重视这个练习 那我们既然提出了这样一个主题 论坛自动灌水的这么一段程序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学会去分解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大的命题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做到它 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我直接拿着这个主题 我去百度上去搜索 那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这种搜索呢 可能显得是漫无目的 因为你很难在这个 搜索引擎里边找到跟你的问题 完全相关的 可能论坛自动灌水 这种程序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通用一点 别人呢或者说在网络上呢 有很多相应的一些解答和这个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自己企业里边的一些问题 不见得就是说你完全能找得到的 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会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 把这个问题呢再分解成若干个更小的问题 那么基于这些小问题 我们再去找答案 再去找方法 相对来说呢就会容易多了 所以呢咱们呢就希望通过这个练习 能够让大家慢慢的培养一种解决问题 和这个分析问题的这样一种能力 咱们那就一起一步一步来去把它这个实现了 好咱们回到这个要完成的这个课题本身上来 论坛自动灌水程序 那么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呢 可以 我们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啊 疯狂的给论坛发题 那整给论坛发题我们都做过啊 我们呢都会去上很多论坛 要么去回复别人的帖子 要么呢自己去发一些帖子 问别人一些问题 或者呢讲解一些自己的这个观点和看法 分享一些技术 这都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要做到的就是 怎么样能够疯狂 的给论坛发题 自动的灌水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 我们单纯通过手工外发题的方式 很明显是很明显是做不到的 我们发的再快 发一个帖子也在好几秒做 所以的话呢 所以的话呢一定是要借助于我们技术手段来实现 那么借助于技术手段以后呢 那就会面临几个几个问题 首先来说 第一种啊 咱们可以模拟手工操作 来发题 怎么样能够来模拟手工操作呢 比方说啊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工具叫做按键精灵 那么按键精灵呢 是一个啊 挺有意思的一个小工具啊 它可以呢 完全的录制我们的鼠标和键盘的所有操作 然后呢 我们再去回放这些操作 它会按照我们刚才录制的这个操作过程 一字不差 一步不差的 把这些操作过程完全的呢 再重新操作一遍啊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模拟我们手工操作来发题 比方说我现在呢 就用按键精灵这个小工具啊 去录制一遍 我整个登录和发帖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 让它再回放 不停的回放 就可以了 不停的发帖 这是一种解决方案 那好 这个地方问题来了 有可能我们压根就不会想到用这种方式去做 我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叫按键精灵呢 我怎么知道按键精灵就可以帮我去录制这个过程 然后呢 重复的去回放吗 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那这个东西呢 就需要我们通过对问题的一个细化 或者呢 去找一些高手去交流去问 然后呢 获取到一些灵感 或者呢 别人给我们的一些引导 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方向 这个过程 抱歉啊 我没有办法呢 在咱们的课堂上给大家去讲啊 这个怎么做的 这个怎么来来最后找到这个答案的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说 希望大家能够呢 通过这样一个课程的一个问题的分解和解决 慢慢的去养成一种习惯 那么好 对按键精灵呢 其实完全也可以作为一门课程啊 一个小课 再给大家去专门讲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包括很多啊 其他的一些自动化操作类的一些工具 但是这个呢 我想呢 它更多的应该是在我们 自动化测试这门课程里边 单独的去给它介绍 所以在这里呢 就不专门去介绍按键精灵的一个使用方式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啊 模拟我们人 既然手工人工我没有办法来操作 那我们毫无疑问要借助于别的技术或者工具 这是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的话呢 利用 很多台电脑 来发帖 那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看上去很土鳖 对吧 找很多台电脑啊 一直给论坛发帖子就行了 但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 多少台电脑算多 一百台算多吗 那最多的就同时发一百个帖子 一万台算多吗 即使一万台觉得已经够多了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问题是我们上哪去找一万台电脑 啊 这就是 有一个问题引发的另外的问题啊 我们一定要多去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多问几个为什么 好 我这边的话呢 当然这个过程啊 我尽可能的就是啊 不用再去追求啊 为什么 怎么来解决 我呢 尽可能的是慢慢的去给大家引导方向 然后呢 告诉大家一些可能的一些方法 怎么样利用多台电脑来发提呢 第一种方式 肉机 啊 我们呢 不一定需要自己弄弄几千几万台电脑 我们呢 可以去网上多去找一些肉机 对吧 把它养起来 那么需要用到的时候 让他们呢 来代替帮我做这件事情 啊 什么叫肉机 我想 这个概念呢 请大家自行解决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多线程 我不一定需要很多台电脑 我每台电脑呢 可以通 使用多线程的方式 但 无论你听没听过 或者 对多线程有多了解 我相信 你一定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去描述 我们的CPU是多少核 然后呢 有多少线程 我相信每个人都多少听到过这个概念 啊 所以应该不会太陌生 那么 我们呢 就相当于要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比方说 电脑也是一个适合的CPU 那相当于 简单理解就是 这台电脑同时 至少是可以做四件事情的 那么 多线程呢 就这样一个概念 可以让我们的CPU资源呢 分配成很多个碎片 然后呢 每一个碎片呢 单 每一个碎片资源啊 单独的去做一件 很独立的事情 这是多线程 让我们的电脑呢 能够同时完成很多的工作 比方说我现在呢 就可以利用多线程的方式 来 模拟 五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用一台电脑 或者几台电脑 就可以搞定了 当然这边呢 有一个约束条件 就CPU的资源总是有限的 多线程呢 它消耗的是CPU的资源 CPU的资源是有 总是有限的 所以一台电脑呢 它不可能 它总是会有一个上限 不可能能够模拟 一万个十万个 基本上一台电脑呢 可能就是五百一千个线程 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一台电脑呢 极限可以 这种普通的电脑 可能会达到一千个线程啊 那么如果我们要模拟一万个 只需要十台电脑就可以了 那这 这也是总结局方案 我们不一定要找一万台电脑 我们只需要找十台电脑 就可以了 模拟出来一万台电脑 好 那这是怎样来找到这样的答案的呢 就是怎么样来模拟很多台电脑 那我们呢 也是通过慢慢的去 机来去搜索 去寻求答案 最后呢 找到一种相对来说 更靠谱 更可行的方法 使用多线程 那么 关于多线程的这种方法 怎么来解决问题啊 怎么来模拟很多台电脑 同时来疯狂的 去做一件事情 这个技术细节呢 包括一些跟扩展的一些用 事实上呢 也是在我们性能测试 这门课程里边 会专门去给大家详细介绍的 所以在此呢 我们暂时啊 不对多线程 做过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 但是这个概念大家先有 同时的话呢 花时间去多了解一下 他们到底是什么回事 好 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么第三种方法呢 大家看啊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些课程 它的位置是在 web网络协议的 这个大的模块底下来讲解的 那既然我们在这个大的模块 而且呢 我们也才采取了 htp协议的一些 基本的工作原理 那毫无疑问 我们一定会想到 一定会想到啊 咱们这个练习 既然放在这个位置来做 那么它一定是跟一些网络协议 跟htp协议相关的 所以第三种方法 我们自然会想到 怎么样去利用一些协议的规则 来模拟一些协议的数据报 去给这个论坛 发帖子 利用协议的一种方式 好 关于这个问题啊 前边呢 事实上我们呢 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一个练习了 就是飞丘 自动发消息 就让我们的飞丘呢 发很多消息 直接导致飞丘崩溃啊 这个练习 我们已经给大家去演示过了 用加瓦 怎么样去模拟发送一个数据包的方式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对那个练习还没有消化 建议大家呢 先去把那个练习呢 再继续消化一下 多去 做一些尝试啊 那么这是一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呢 它解决的只是发飞丘的这个消息的问题 那么我们当时呢 说了怎么样去建立TCP UDP的连接 怎么样呢 去把这个飞丘的协议规则给搞明白啊 这都是我们当时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么那些问题解决了 事实上呢 它做的就是利用数据包的方式来发送消息 而绕开了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这边呢 其实要去疯狂的达到给论坛发帖的目的 我们可能呢 也尽量避免还要通过浏览器前端的界面 尽可能是绕开界面 通过协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飞丘自动发消息呢 它让我们呢 体验了一下家伙 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要来做的就是 那怎么样让Java能够处理 http的协议 飞丘处理的是TCPUDP的这方面的 这个传输控制层这边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 自然想到用Java怎么样能够来处理 http应用层的这个协议 好 这是我们对问题啊 逐渐的去分解 慢慢的去梳理它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想一想 Java有没有可能能够处理http 那这个时候毫无疑问呢 我们继续上搜索引擎里边去搜索 自然会找到答案 那这个搜索过程 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 Java是一定可以处理http协议的 而且不单纯只是Java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编程语言 均可以处理 比方说比较常用的C++ 甚至C语言 Java C Sharp Path等等 所有的这些语言 它都可以提供网络接口 给我们封装了很多 已经直接调用 就可以现成的一些处理http协议的一些接口 我们在我们的代码当中 直接去调用它们就可以了 所以呢 用哪种编程语言 根本不是问题 那么我们这边呢 用相对来说 这个应用比较广泛的Java来给大家实现 而且大家以后无论你做什么样的测试的工作 那么接触到Java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不单纯Java可以来开发外部应用 可以开发企业级的一些大型的应用 现在安卓的开发也都是基于Java的 所以它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我们就基于这样一个比较流行的语言 来给大家做演示 那么我们有一些其他编程语言基础的同学 一方面呢可以了解Java怎么处理的 另外呢也建议大家用你熟悉的那种编程语言 去把我们这个问题去给解决掉 那么多去扩展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知识 这只会有好处的 不会有任何坏处 这个学习和处理的过程 那么会让我们呢 真正的从真正意义上 对协议的本质 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那么同时的话呢 事实上这门课程 我们如果已经把它消化了 那么我们在后边去学习 自动化测试 和性能测试 都将会有巨大的帮助 那注意是巨大的帮助 不是一点半点 那事实上呢 我也想通过协议的讲解和对这门课本身的一个 实际操作的一个讲解 慢慢的让大家打下一些自动化测试 和性能测试方面的一些技术基础 而且呢 很多他们的一些核心的原理 其实呢 都基于这个程序来完成的 慢慢的去进入 咱们呢 测试技术里边 相对更有技术含量的两个领域 OK 那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提出呢 这节课咱们就先到这儿